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比赛结果不断优化 改进96式坦克 在前年和去年改进版96A式坦克 在赛场上狠狠暴击了东道主的T72BM3坦克 以至于俄方不得不靠修改规则 才能和96A打个平手 今年更新式的96B型坦克抵达阿拉比诺 不知道俄罗斯人会不会安比里出上一身冷汗 96式坦克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96式坦克最初脱胎于外冒型的85式坦克 我国于1988年立项研制 最初称为88C型坦克 该坦克于1996年定型量产 所以称为96式坦克 96式主战坦克 采用了下版本相式火控系统和第二代 相增强式光苗仪 在紧急情况下 车掌可以超越炮手进行调炮和射击 大大缩短了坦克的反应时间 96式坦克装备了国产字洞装弹机 所以坦克成员为三人 战斗权重约41.5吨 使用1000马力V型水冷涡轮增压柴油机 最高公路时速57千米 最大公路行程400千米 96式坦克装备了一门国产125毫米滑糖坦克炮 配有稳定尾翼脱壳穿甲弹 杀伤榴弹 炮射导弹等多种武器 特别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无心穿甲弹威力 甚至由于美军目前常用的M829型坪油穿甲弹 在火控系统上 88C型主战坦克 采用的是XXZR改进形象 反稳向式火控系统 数指挥一型数字是坦克火控系统 并同时具有稳向式火控和自动装表 简易火控两种工作状态 该系统在2000米距离上对运动目标具有较高的命中率 坦克从搜索发现跟踪秒准到击中目标的反应时间小于9秒 本次出征的96B型坦克则是96家族的最新改进型 根据前几次参加坦克两项比赛的经验 96B型坦克装备了新型炮掌凝视焦平面热相仪和ISFCS212下反 本向式火控系统火炮为改进自额至2A46的国产48倍径 125毫米滑膛炮火炮威力又有所提升 在防护力方面96B型主战坦克炮塔正面复合装甲厚度 有96A的670毫米提升至750毫米 炮塔正面在加装了FY4型爆炸反应装甲后 对穿甲弹的防御可达650毫米左右 对破甲弹的防御可达1100毫米左右 防护性能达到了99式坦克的水准 可以说现在的96B型坦克已经全面优于俄罗斯T72BM3型坦克 随着我国陆军代表团抵达阿尔比诺 在过数天国际军事比赛 2018就将在多个国家同时拉开大幕 届时我们又可以看到96和T72同场竞技的精彩画面 希望96B这次不要打脸打太狠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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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